中文字幕——YK 一般我们突然发生的这种听力下降 有的人就是突然接电话的时候听不到了 声音了 有的是一觉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耳朵闷 堵 听力下降了 所以它有很多伴随症状 最典型的伴随症状就是耳朵闷 堵 还有就是耳鸣 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悬晕 天悬地转 特别注意的就是当你发作悬晕的时候 天悬地转的时候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耳朵的听力 是否伴有听力下降 有的病人光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悬晕上了 而忽略了耳朵 影响了他的诊断和治疗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永久性的听力下降 感谢观看